子惠然有曰,乳夫能,就於對曰,不能,子惡夫。 曾惠,臣惠,泰山不如,臨放乎。 季氏,鋁於泰山。 吏,《記》 泰山 自記 諸侯寂風內三川, 忌氏,季氏,泰山,建的。 然有 維大夫 秦漢 秦漢 畫家為國 畫家為國 成子 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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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處 君臣一體 缺點 君子 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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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兄弟姐妹的情感 去對立這個 他所統治底下所有的人 那天子就大家 好處在這個地方 他做不到時候變成私人團體 會變成這個統治集團 他本身是有他的特權的利益 那中共今天就在這兩者中間掙扎 聽懂意思嗎 理想上來講 他是公天下的 古產階級 紀學 政治社會的基本結構 古產階級 古產階級 德川時代 統構性 乃至於整個政府裡頭 派系的組織 跟原來日本的 傳統政治上 很多派系的組織 鬥爭的方式 韓國 韓代 三宋 大企業 政府扶持起來 韓國 歷史上 勢家 韓國 歷史上 軍王的權益 薄弱 兩班貴族 掌控政權 財權 政權 財權 貴族 贓主 政權 綦菈 法治 法治 日本和韓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前四階層有很高的自主性 而且四階層主要從社會來的 他不那麼說是完全 就是反映了上層 不是說黨跟命令不得了 一切要服裝組織的安排跟紀律 沒有這種事情 以前四階層是高度的自主性 但是 結構上以他的也是巨大 毛大帝 開國打天下 歸ứng 澳門 封建的社會體制 歐洲的生活方式 現代化就是科技 都市化 工業化 資本主義化 現代化 表面的理解 事實上不然 真正出歷史上 歐洲十六考察 原來生活方式的改變 東亞世界 東亞世界的改變 中國大陸 經過多少次的革命 日本、韓國 經過巨大的變化 民智維新 韓國也被日本統治 台灣也被日本統治 台灣跟韓國 現代化的要素 事實上日本代理 日本代理 原生社會 是平移過來了 即使如此 社會的結構性 還是不容易改變 所以我這些年來的研究 非常看重一點 政治社會的組織方式 以及它的基本的組織原理 組織方式 組織原理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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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氏 智氏 從孔子講學 儒者 術士也 獲得君主的重用 周遊列國 弟子 星星的世界城 清清尊尊 清竹團體 清清的人 輩分上高的 這些人主宰政治大學 清竹團體 清清的家成 畫家為國 轉成了中國後來的國家 從封建 一路一路到了地質 寫原團體 在他的政治思想上 也隨著這個 演化至於進化 一開始是 強調寫原團體 本身自身的父子 跟祝和 能夠持飲保態 能夠長長久久 慢慢慢慢就推廓出去 到孔子的時代 是 愛護 所有的子民 要注意整體的父子 到後來 一路 更高層 孟子 清清的人民 人民和愛物 隨著這個變化 梅允涵 梅允涵 政治上的理論 政治社會 組織方式 不容易 發生 本質性的變化 因此 東亞政治 要有前途 東亞政治 要有前途 甚至於 印度 或者回教 非西方國家 要有前途 一方面 要吸收西方的新的政治 道理 另一方面 自身 既有的 組織的原理 方式 要演化 現代的演化 以人民為主體 公益 和平等 公益 公益 和平等 公益 公益 和平等 公益 太分彼此 或有太大的貧富懸殊 因當是不容許 這裏頭 有太厲害的這種 特權的階級 跟貧富的分化 這個才是 新型態的 從這種 清族團體的不斷擴大 成為一個 所謂國家 世國如家 世國如家 叫做國家 西方的國字 絕不蘊含任何跟Family有關的意涵 叫State State 契約 政策 和平等 或者生經 格 和平等 有 情 國家 因為 這裏頭 以二 乳符能就餘,對於不能。 乳符能就餘,對於不能。 定當契,到泰山那裏行此祭祀。 曾謂,曾難也。 曾謂,泰山不如臨放乎。 臨放,曾經問李之本。 泰山之神,如果能如臨放,不受此非禮之慘祭也。 臨放問李之本 禮,不能奢賤的,與其奢也,寧解。 喪,與其意也,寧欺。 太山之神,若如臨放,不受此非禮之慘祭也。 難道他人會不如臨放嗎? 換言之,他當然不會不如。 因此,他不可能接受這個非禮之慘。 這一天,或與其擢是不有之賤,任何謂。 memory 天賊可以遢移也。 一天之天、無恥、有之犯,或是無恥。 只是寧教。 年代人曾經年有個奸中。 所謂名無恥不為禮之慘祀。 所謂外朝 天子本身的家務 他也要管 這個倒還是封建的遺存 意思是說 因為他們源頭上 都是從清淨的 這些近親的貴族 我們等於共同形成 一個統治團體 所以你家裡的事情 同樣也會影響到天下的事情 我不能不管 他也常常管 他也往往要管 這個情況到秦漢之後 開始還有之 後來慢慢就分化 慢慢就管不了 那在這個 先秦的時候 宅的地位 是很高 非常重要的 所以 孔子 這樣去問 燃友 燃友 何許人也 雄木不可凋野 憤土之強不可無野 燃友 就是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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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余 啊 對不起 啊 載余奏情 載余奏情 子曰啊 孔子 孔子 這句話 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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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 град 孔子 《三家》則以雍策,《季室》八億五一庭。 一帝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 所以,公子後來是想要回山都嗎? 是為了這個事情。 好,請問您。 你剛才講到宰要一間,在一起那時候宰,宰相還除了外宰還要,其實還兼顧皇家的事情。 所以其實這個好像牽扯到一個是君權跟項權,這種東西。 那其實看起來,這種關係其實很沒力先起,那時候是跟到後來明清的,已經是完全宰相,在項權跟君權之後已經是整個一個大的變動。 那這個東西其實套到今天,剛才有講到這個中國這個。 其實以前君權,好,這種東西會繼承呢?其實也只有皇帝可以繼承。 那種,這種其實說,現在那種孤二代其實以前,你父親是將軍,你規定兒子是可以的。 可能也可以是個,不分一個人一個是規定給我找大學。 可是今天那種孤二代,它是跟,我覺得是不是一個新的一個,這種組織形態是說, 跟那時候已經那樣,皇帝,皇曹時代那種,其實那種繼承方式是有一樣的。 可是那些孤二代其實是有一種基體領導的意味,不是說單一個,比如就毛細的,這個父傳子、子傳孫這樣, 而是他是用一個一代一代這樣去繼承,這種去共同,然後共同黨的一種,去共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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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軍權跟項權的這一個問題是一個大問題。 軍權跟項權的這一個問題是一個大問題。 軍權跟項權之間的關係是侵略。 林興,要是食べ行動的這一個問題是要注意某, 冬仟摧,事當然很嘎握了這一個問題是要求其ま idea stairways 或者們的тесьogenic。 所有權跟經營權,如果能夠做適當的分離,其實是比較有助於家族事業,無論是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回憶。 相權 極權中央體制的日益成熟 極權於一身,而君王極權於一身,而君王又是相當荒唐。 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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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難不經過這樣一個演變的過程 卓越的領袖 我們之間長期維持一個平衡 基地領導 因為最高的權力,既然無法直接由人民授權 這個最高的權力,是打天下來的 是人民解放軍 打出來的 打出來之後 那固然是黨 可是 黨是要集權於黨中央 這個最高的權力 要如何能夠 讓他 重新經過人民的授權 這是中共目前最核心的困難 他也不打算走這條路 四中全會 十八大四中全會 談論是法治 沒打算 現在大陸上的改革派談論 都是憲政法治 不敢碰最高權力的問題 碰到那個權力 就要殺頭 是要出問題 講難聽 不能說殺頭 是要打個比方 這是要抓神 最高權力的問題 甚至於有所謂黨主論 不是民主論 黨主論 說黨 這是一個幾千萬人的黨 這弱的弱 事實上 因為這是個略靈式的政黨 所以它不是一般的政黨 底下的黨員 對於上面根本沒有辦法 權力絕對集會在中央 主論 都集中在最上面 都集中在最上面 全集中在最上面 是沒有什麼太 當然有差異 我們講黨總不是一個人 總不是一個家族 對不對 但是 畢竟還是蠻高 那一旦是黨的時候 這不就 那些人 問題 轉移了 他就不再是一個均項的問題 他就不再有這樣的問題 反而是在歐洲國家 他如果維持軍族體制的話 他就必須要有 這一個 prion minister 中國番手 總理大臣 這些東西 所以 歐洲有許多國家 都還是軍族體制 當英國協定 是民主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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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大陸 現在是第二代 還可以 第二代 千萬不要交給三代 復不過三代 這有道理 就算弟弟領導 第二代還可以 第三代還可以 所以交給蔣經國還可以 第二代 第三代 那個孝子輩的 就一塌糊塗 統統不行了 韓國也是一樣的 金日成 金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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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君正日 金正日 人性的定律 歷史的定律 就達成立 這個沒有辦法 所以 中國又是轉機 還是我已經提過 第三代已經 引問不出 是一個 成立末年 還是一個 有回檔的趨勢 還是會往下 現在看起來 習近平 有誠意的 逐步的接受自由民主的話 底下就是要出大問題 我的看法 那這個原因 其實講白一點 很簡單 因為這些掌權者 目前都還是第二代 到第三代 集體第三代 非出大問題 不可 絕對 造不作 又出各式各樣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 如果 你還打過鐵之衣 綁抓 聽懂意思吧 因為 我少女跟諸位講過了 現在 幾乎所有最重要的事情 政治經濟上的那個命脈 全部在這些人手上 這些二代的這些人手上 那怎麼 這些人還像有點本理 尤其經過文革 所以 習近平為什麼 竟然還像樣 這要拜華樂公之賜 就是下過鄉了 吃過苦 知道農村怎麼回事兒 知道中國民間貧 苦了 多到什麼情況 多到什麼情況 所以 習近平 他是懂得事情的 至少 中國內部 他知道怎麼轉 那 前一陣 剛帶一群軍投者 最一星 四星和五星 他們來軍組 反過四個上將 以上 到古田會議的就職 古田會議 確立黨指揮槍的這個原則 古田會議 確立黨指揮槍的這個原則 王志東 在這個會議上 確立黨指揮槍 當年朱德的 可許的力量 也必須要聽他的這個指揮 帶這些人去 確立黨指揮槍 所以 他現在一切的 從整風 到這個 叫黨指揮槍 到這個 黨員 要重新進入社會 他會掌控各方面的秩序 這些種種 就是 其實把毛實在裡拿回來 但另一方面 他懂得要 李克強要放權放力 就經濟上要放 簡單講 經濟上要放 政治跟軍事上 控制上 還有思想上 媒體上 要全面的抓 這個其實 當地也還是鄧小平的 一手硬一手軟的這個做法 不可活費的 一定程度上 無可活費 我坦白講 不這樣不行 他會出大亂 可是 必須在 做了這個之後 整頓 掌權 清洗 之後 還要知道說 不能夠這樣長久下去 就我剛剛講的 二代三代 逼處大亂 這個不行的 而且 明月一定是逐漸 逐漸累積的 你做天下 做那麼久 怎麼行 那 所以 簡單講 就是 宰相的問題 家臣的問題 透到現代契約語 就是要懂得 契約 經過一段時間之後 要把所有權 跟經營權 要分開 美國的企業 都懂這一點 像福特啦 還有當年企業 那就是很簡單 到最後就是 你把股份給這些子孫 你何必加上經營 他往往也不喜歡 因為他慢慢就喜歡 做企業很苦的 他就去念個藝術 所謂的學位 唸點文學 畫多以快 畫多以快 所以 這個要分開 在社會上來講 那 那 普遍 政治 跟社會上 就要明白 所謂 一代 二代 三代 這一個必然的 墮落的一個 歷史跟人性的明明 改真 抓獎 grit 馬壹 厲害 馬六 馬赫玲 馬……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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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他做學,他還要罵他,說你懂個屁,罵你很生氣,他懂得我這個兒子是我這麼一個人,不能夠,他最多是應該當一個司法部部長,陳主,再上去就不行了。 歷史上也是一樣的。 講儒學非常困難 講這個道理 要跟所有的各方各派的這種學術主義思想打 還包括宗教的問題 還有佛學的道教 各方面的問題 都要能夠了解人家的場所 還有基督教的一個方面 所以剛開始要能夠 要建立一種說法 是極其困難的 就跟這個大天下 那個一代主人 四面法康都是幾人 懂嗎? 雙手雙腳要能夠一來一時一時打十幾個人 這樣才行 那法依就這麼行 聽聞是嗎? 不行 不行 馬赫林 其實是聽了的話 懂嗎? 明白是行 他就是市長部主委 他就是市長部主委 那個年頭 當市長部主委 很嚴厲 不像現在 都整個不成個樣子 我現在看 因為國民黨 現在到了台灣 也 當台灣當初整黨 一到台灣來 整黨 重新登敵 所以整整國 也都要大陸了 所以那個時候 重新洗過一次牌 那再經過了 一代兩代 整第三代 不行 那打理人 我也看到 真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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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你打理也一樣 第一代很厲害 第二代很厲害 第二代慢慢就開始 都方便 那種勇氣 跟那個 結操 事項 都受人家開始 執意了 你再往下看 西方便理論 西方便理論 這是實際的東方政治 西方的政治比率是西方的政治社會長久累積的結果,是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的組織方式的結果。 我們既不那樣的生活,也不那樣的組織,你知道嗎? 所以,往往不是如此。 現在很荒謬,就是說,現在講政治史,沒人講,如果講了也講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這是很荒謬的事情。 我們現在就是完全搞不清楚自己是誰,也不管自己是誰。 你以為日本人學西方,學了哪去了? 你看看韓國就知道了。 自己不明白,你看看鄰居嘛。 你看看他們有多西化, 你看看那些日本人有多西化, 他那個政治有多西化就知道了。 所以說,西化是我們所缺少的,我們所需要的。 自由、民主、科學、法治。 自由、民主、法治 所有合併量拼命提倡 還是一些起 因為他一定可以 他可能可以轉類 轉類台灣命運的一個 有些特質 是 崇老師特別難看 他是有沒有 道老師希望能讓我們一下 還是還有一些需要加強 就是在中跟西之間 我們需要 我們這個就更差出來講 沒關係我們就差出來講 也 當然還是要兜回去 但是這個緣故 是這個樣子的 就是不要忘了 台灣的社會 它的底子 其實是一個相當 儒家化的社會 儒教化的社會 所以在這個社會 要有效地真正把 它的民眾組織起來 不可能 去違背 很多儒家的基本 價值跟能力 那三一八學運裡頭 這些人做社運出身 社會運動 最重要的就是 要去照顧 底下這些人 怎麼回事 尤其他的這個機骨 因此在運動的 過程裡頭 你可以看到 這些人的組織力 非常地強 而且其實就有 我所謂一種 精英民主的這個位 我必須對我所帶來的這些人 我運動出來這些人 要負責 因此 我認為 他有可能成爲 華人社會 或著這種 公民社會的建構 民主制度 核心基礎 民眾 政治上的代表 社會上的代表 一層一層上去 才會形成比較良好的上層政治 否則的話 如果沒有Civil Society 的話 一般選舉出來的人 就很容易是裁法 在地方上或者就是黑道 副國大 全都出 錢多 或者用利益收買 這些種種的狀態 台灣原來的地方派系 雖然是民主 選舉的結果 但是大家都不滿意 因為他顯然是一種 透過派系 作為一種地方利益 的一種分章 簡單 大量的黑道 生物 精確 這就是一種 缺乏Civil Society的一個結果 Civil Society 必須要提出 他政治上的理想 也必須尊重原來的人理組織 那我是認為 就是說 三一八學運 的這個 組織的這個方式 就相當能夠反映這種儒家社會 一個特質 我稱之為精英民主治 在西方的一些人來看的話 他認為這個不是Democracy 這個不是Democracy 這個不是民主 他覺得 他覺得他中間相當的 權力集中 那 這個 這個 精英民主 就很讓人家會想到 共產黨的所謂民主集中子 好不好 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子 其實 也就是 毛澤東當年就面對的這個問題 其實 我現在講的問題跟毛澤東面對的問題 是同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說 中國在現代化的過程裡頭 這個民眾要如何重新組織 如果要打破原來的家族組織 中國幾千年來是以這個 家族清族為核心的組織 張家軍、岳家軍、李家軍、楊家將 這個 他是以一個優秀的家族作為中心 這個民主集中子 那 毛澤東 他們要實現一種新的 人民重新組織 那叫做民主集中制 既要有效率能夠作戰 又要能夠民主 後來不幸地 配合列寧式的黨 結果變成是一個 嚴格的金智塔景系 他不是真正的民主 他是集中的那部民主 三一帆學運所發展出來的精英民主 當然現在還是一個 新生的黑態 有沒有希望將來成為一個真正的 一個新形態的政治 不知道 或現在確實有一種 片地開花的味道 柯批 這次提的也是這個理念 就是 他認為台灣政治的未來前途 就是公民社會 我也很提倡這個想法 不過 慘愧了很 我實在沒有力氣 本來一直想說是做一點推動的工作 但是沒有力氣真的事 沒有這個時間經濟 尤其是 尤其我父親這兩個人 尤其他人 尤其他人 是帶動了一些 看底下 如果說真的能夠 帶動了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的話 那台灣的民主政治 會是亞洲第一名 日本 韓國 泰國 泰國 是亞洲第一名 而且是歐洲所羨慕的 為什麼呢 歐洲現在是 一個衰老的文明 他是個過度自由化 自由化到之後 他這個 不容易再產生 一種良好的 一種 親愛內聚的一種組織 所以 歐洲人來觀察 這一次三十八學院 普遍地認為 你們的Quality 三分五十就死,會出人命 歐洲的年輕人 當然,抗議是司空見慣 但是,有沒有辦法成為有效的政治社會組織? 還不知道 我也沒有高估 還不知道 我是比較樂觀的 樂觀的原因 就在於 就是 儒教文明跟民主的結合 儒教文明跟民主的結合 新生事物 儒教文明 當然,儒教文化 當然是偏精英的 偏守秩序的 愛整結的 台灣的暴民 怎麼這麼樣子的 溫和守秩序 還刷地板的 你們看那個暴民圖 台灣的暴民圖 非常生氣 但在機體刷地板 刷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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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香港的 抗議業 也寫出一種 它 然後 香港的居住環境很壞,下班大約很無聊。 白天上班,晚上就到了抗議,這回有動作的抗議,尤其前面一個多月。 你回家還好,家裡還不那麼有話好說,到那裡大家每天定期聚會,高興得很。 那一種抗議的形態可以非常持久,比臺灣的佔領法院要持久。 臺灣佔領法院那天,包括大陸類壞,要表現出一種高度的公民紀律, 其實很辛苦,不能舉止動作、言行都必須要。 大家都好累,最後都說我想回家,每個人都說我想回家。 香港不一樣,以抗議集體為家。 這就不得了,有不少人這樣。 所以會非常持久。 那另外,為什麼呢? 其實我的觀察是這樣子的,就是, 因為香港社會,比臺灣社會更傳統。 因為香港社會是新移民,而很多都是社會很基層的人。 所以香港各種傳統的信仰,跟家人負責的關係非常傳統。 所以香港是一種更傳統的無教倫理裡頭, 產生出一種新型態的民眾的組織。 那所以,香港是一種更傳統的無教倫理裡頭, 產生出一種新型態的民眾的組織。 如果以臺灣跟香港為例的話, 如果以臺灣跟香港為例的話, 其實就是, 今天的華人社會, 如果你不卡著它, 卡著它的話, 它的自然產生出來, 事物應該當成這種事物。 聽到意思嗎? 那也就是, 儒教文明跟自由民主的一種結合之後的新生事物。 那這個事物, 很有可能會使中華文明未來的政治社會, 該有的組織原理跟組織方式。 這是一個新生事物的試驗場。 這個東西會不會成功呢? 至少在臺灣來講, 對身體的建制派, 會不會成為建制派, 但是有更 Ching的建制派, 在日本國際的建制派, 黨國體制 黨國體制 歐洲文在衰老 那美國文明呢? 在老師的想法裡面 美國文明是 在衰弱 目前好像是百足自從 是有偉章的感覺 那老師的觀察是嗎? 是有偉章的 詩詩 美國文明 詩詩 沒有例外 詩詩 是他們最光榮的時代 是他們引進的資本主義制度 財富 驚人 我在辦公的辦公的辦公室 就是他們最漂亮的一條街 雲雲河 七世紀為主 公寓四五層的建築 黃金的時代 那時候他們也殺到台灣 台灣 河南可以跑到這裡來 西班牙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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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的制度的核心是資本主義 英法 長期的批底 德國後來 誰都搶 資本主義化 資本主義化 資本主義 資本主義是工業化的母親 沒有資本主義 就不會有後來的工業化 他這個需要 運用的 大量的分工 工業 資本主義 跟工業化 是現代性的核心 有了這個東西之後 才有後來所謂的自由民主 這個體制 今天來講 整個歐洲的資本主義 威力 遠不如美國 而中國大陸的資本主義 威力 在清清 要超越了 日本跟亞洲思想 和其他國家 誰 習李 在於 李克強 懂得 經濟上 要放 習李明 懂得 政治跟思想上 要收 從國營企業 集體企業 到各省市 到私營企業 形成一條龍 一條龍 國營 跟大的集體企業 去吃掉人家的 最重要的 戰略性的原物料 還有 市場 跟關鍵的技術 然後 分給底下 和合作 底下的 中下游的企業 一起把整個領域 全部吃片 佔光 歐洲 資本主義 萌芽者 衰落 實行社會主義 福利政策 德國 一代有閒 之後 成為福利國家 福利國家 之後 保護過度 一代二代三代 年輕人的奮鬥力量 就衰了 歐洲 為了重視福利 重視生態保育 而保護各地的特殊度 歐洲產業、農業、家族企業 投入與產出的比例,不如美國 資本主義上 美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國家 他的效益是比歐洲強的 歐洲這幾十年來是衰敗的 一直是不斷的 美國碰到中國 有一個低潮 中國大陸 不管環保 不管社會成本 福利也不好 顧一切 就是要 用最少的成本 做出最大的產出 讓他的人工又便宜 目前來講 一般的中低階產品 底下也要打高階產品 現在要打智慧產權的問題 我相信 他會以國家之地來培養 這樣成不成功 不知道 不過至少 那個不是台灣跟韓國能夠想見的 因為中國大陸的科技的底子 非常的好 他有非常多的能力的資源 因為國家大 一方面 普遍的水平不高 可是 他有一些尖端的技術跟產業 尤其國防上的東西 如果轉移民間的話 那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有很多的資本主義 今天 資本主義 這一個 是轉移到這麼大的 這個道路 那麼 在這個 意義上 來講 很有可能 會 不斷提高他的生產力 而且他的生產的效能 也在不斷提升當中 剛開始 非常糟糕 中國大陸是有名的 就是 高投入 低產租 大量的那個 資源 能源 的 投入大量的污染 但是低產租 可是 現在轉變也非常多 所以 他 在 有業界的朋友 也更了解這個 情況 我們一般聽到 觀察到的情況 怎麼樣 所以 以他進化的數據 演化的數據 來講 是驚人的 目前 全世界來講 在 提高企業效能 跟經營效能 上 的 一個 叫做 此 歐洲 衰落 了 美國在 升起 中國在 興起 這個 興起的 中國 必然會 產生 全世界 造成 全世界的吸引 權 所以 我一方面講 三一八學運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 我也同時 非常的 注意 不令 中國 不令 發生 做 我們 在 歐洲 所謂的 支持 歐洲 唯一 德 歐洲 世界上最高的生產力是最高的地方,慢慢慢慢要轉移到中國大陸來。 世界的未來,當然會找到東亞,在中國,當然會找到東亞,在中國。 我用盡一切的力量,想要把我搞到,這也是事實的,懂得世界戰略的人都明白這一點,他也會欠力量,防止我被靠到,這底下也給大家的舉行,這樣。好,我們休息一下。